不是优秀短篇小说的段子不是好文案 如果告诉你有些人是为了看广告而逗留在社交网络里面 你怎么想 这不是胡说 事实的确如此 比如微博红人天才小熊猫的粉丝 由于天才小熊猫基本直发长微博 而且每条长微博都是一则广告文案 这就等于说有相当多的粉丝是为了看他写的广告而关注他 事实上天才小熊猫的粉丝数达到500多万 而且相当稳定 他的每一条广告段子都大受欢迎 基本上都有上亿的阅读量 以及数万甚至数十万的转发量 甚至还有很多粉丝每天会在他的微博里随他发广告 再如一锦夜行的燕公子的微博公众号粉丝 燕公子基本上是以90%以上的比例 在公众号上推送广告文章 但是他的每一篇广告基本都能达到10万家的阅读量 而且粉丝名知识广告仍然读得很开心 甚至还会在读完全文之后主动对文章激进打赏 同样大受欢迎 有很多粉丝追着阅读的 还有木星社旗下的漫画家 以漫画形式来创作的广告 他们的每一则漫画广告 基本都保持着几万的转发量 甚至很多粉丝表示 比起他们连载的漫画 更喜欢看他们创作的广告 并不是因为人们比以前更喜欢看广告了 而是因为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 网络上有献出了一批优秀的段子手 他们站在传播的前线和用户粉丝近距离的接触 对他们来说 长粉和掉粉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所以他们对于传播效果的研究 以及感官最为直观 正因为如此 好的段子手往往也是一个优秀的文案 他们能够创作出形式新奇 内容有趣 制作用心 有创意 娱乐化的文案 让人在明知是广告的情况下 人人愿意期待 阅读并分享 文案人应该向段子手们取经 学习如何让文案更具有传播力 很多人以为段子 只是以低俗地引人发笑的笑话 其实真正优秀的段子 一定是能够洞察人性 人生或者群体规律的 只是这种洞察 往往有着逗逼的表象 但这也正是段子手 容易成为流行的重要原因 比如 尊敬的用户 你已完成从生活1.0版 10到19岁篇 到生活2.0版 20到29岁篇的更新 此次更新内容如下 一 修正了可以彻夜不睡的bug 一过12点就撑不住 屏蔽了干吃不胖的外挂 吃一斤 盼了两斤 大大提高了恋爱难度 加入工作副本 任务多多 新增怪阿姨称号 丰富的生命情节 你若均训 便是晴天 你若放假 便是雨天 你若发分出作业 便是开学第一天 有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 变得连矿泉水都拟不开了 已经有女朋友了 但又遇到更喜欢的对象怎么办 不要相信在野党 时针之后都一样 第一次看球 如何快速融入群体 不管什么比赛 你只要骂裁判 傻瓜就对了 这一类段子的传播效果 往往十分惊人 因为很有趣 而且能够应急共鸣 文案也可以按照这样的公式来写 洞察加逗逼 洞察就是窥视消费者心理 并将这些或隐私 或无法言说的心理 巧妙地表达出来 这本来就是写文案的必经之路 这里不赘述 如何在洞察的基础上 加上逗逼效果才是重点 洞察加逗逼的段子 通常有这样的几种创作方法 方法一 预期违背 简单来讲 就是颠覆读者的关心思维 让读者产生被细耍的体验 由此产生阅读乐趣 其基本结构是铺垫加包袱 铺垫是为了建立第一思路 引导读者接受和默认第一思路 所产生的相关逻辑 包袱是延伸出第二思路 突兀但合理地打破第一思路 比如美容院的文案 通常的情况下会这么写 让女人更美 美你我做主 再进一步从心理需求出发 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 女人对自己好一点 如果洞察女人 想要变美的心理背后的焦虑 这个世界到处都在收买美丽 永远都有比你更美丽的人 那么文案可以这么写 你比想象中的更美 如果深挖女人 想要变美的深层原因 就可以写出 更具有洞察力的文案 女为乐迹者容 你是为了谁化妆呢 如果再加上杜鼻的效果 就更好传播了 请不要同刚刚 走出本院的女人调情 她或许就是你的外祖母 打破第一思路的途径 也分几分钟 声东击西 铺垫的时候 故意将读者的视线 引向A点 再诸及不一项相反的 B点抖包袱 逻辑错位 包括判断其意 推理其意 自相矛盾等等 总的来说 就是前后设置的逻辑 不一致 导致误解 或者说表面说的是A逻辑 隐含的却是B逻辑 戏剧效果 用这种方法 需要先将情境和语境 都铺垫出来 让读者跟着你的情境走 然后使用窟窿玄虚 阴差阳错 露线等手法 制造出乎意料的效果 制造逗鼻的效果 还可以试着 像段子手学习运用灾难效应 所谓的灾难效应 是指让人们意识到 灾难的存在 同时又让人们和灾难 保持着安全的心理距离 这个笑点就会产生 想一想 看周星驰电影时 为何我们会发笑 因为它往往在电影中 让自己置于很惨的状况之中 当然 这种惨 并不是那种真正严重的 真正令人感到害怕的惨状 并且惨本身 也并不可笑 是因为面对惨时的自嘲 或嘲讽的表达方式 让观众与惨 产生了心理距离 才有了痘的效果 段子也是如此 它的题材 往往也是一些比较惨的东西 如常见的丑梗 你还是不要减肥了 这样你还可以说 自己丑是因为胖 穷梗 一百元的衣服和两百元的衣服 我们外行根本分不清 得上肩才能摸出是好料子 五百元的假包和两万元的蒸包 出去唬人都一样 气质好的姑娘 背个假的 一项真的 反倒是煎饼果子 三元普通的和五元家常的 一口咬下去就知道 吃米线 八元全素的 和二十元三种荤菜的 幸福度差几条街 该投资的 显然是煎饼果子和米线 这都是针对惨的 幸灾乐祸式的自操或炒粉 如果文案 如果也使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这么写 看杜雷斯的父亲节文案 To all those who use our competitors' products Happy Father's Day 像所有使用我们竞争对手产品的人们 到一生 父亲节快乐 但父亲的成本 奶瓶费 保姆费 铜车费 玩具费 铜装费 奶粉费 尿不湿 保姆费 学费 生活费 买车 买房 结婚 不当父亲的成本 赌雷斯 这两则文案的潜台词 其实是 要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精力 当父亲很惨吧 活该 谁让你不用赌雷斯呢 文案使用灾难效益 需要注意 无论是残也好 还是对残的幸灾乐祸也好 都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这样才能让人产生认同感 同时使用调侃式的语气 要让人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是一则玩笑 比如上面的杜雷斯的文案 即使真的当了父亲的人 也会从这种调侃式的表达当中 得到共情 另一种方法 是段子手更常使用的创作手法 出人意料的类比 比如 网络是WiFi的网速快 还是插网线的网速快 你的问题打个比方 就是路虎和保时节 谁更快 实际上他们堵在三环内都是一样慢 前睡眠的人 女朋友睡觉黏人怎么办 小学时 每次没有交作业 老师就会发我去擦黑板 并不是黑板不干净 而是因为我没交作业 男人为什么不喜欢 真正对他好的女人 却因为事儿多 耍心思的女人而喜欢 李主你要明白 或计能大物理学家 并不是因为他瘫痪 洞察并且找出 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点 才能创造出神一样的类比 达到意味深长的逗乐效果 如感激网的毕业级 文案之一 考不上又怎样 我做都那样了 还不踢着呢吗 这一手法 必须和洞察规律结合起来使用 可根据以下步骤来进行 找出你要表达的事物 或信息的内在规律 可以先列举出 多额关键点或逻辑 比如上面这则文案 想表达的核心信息是考不上 围绕这一信息 关键点可以有多个 考不上的后果 关于落榜这件事的思考 落榜人的状态 第二步 找到具备相同关键点 或逻辑的其他事物 比如 如果你的逻辑是考不上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就去找到具备相同逻辑 的其他事物 最后从中选择一个 最恰当的连接点 将两种信息进行连接和类比 还有一种制造笑点的方式 叫做回经典 通常名人名言 或者一些经典的语句 故事已经广为流传 在人们脑中 形成了固定的思路和印象 所谓的回经典 实际上就是对这些 固定的印象 即兴反转 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经典 加草点 等于笑点 在网络上大为流传的一些 回心灵鸡汤 回小气心 和负能量的段子 运用的 就是回经典的手法 如这样的段子 两人分手后多年 在一个城市不记耳遇 你好吗 好 他好吗 好 你好吗 好 他好吗 他刚才告诉我 他很好 一阵沉默之后 你说 你听过安利吗 再如 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哭泣 因为明天 生活会继续欺骗你 都是用一句吐槽 翻转了整个经典的逻辑 制造出笑料 为什么这一类 负能量的段子 会得以流行呢 从内容上看 比起心理鸡汤导致的天真 幻想 逃避 与盲目乐观 这一类负能量的文字 反而更贴近生活的真相 从读者群体来看 作为网络用户主流群体的 80后 90后 经受互联网络信息的洗礼 对那些不经其推敲和质疑 毫无逻辑 价值观单一的心理鸡汤 自然不会轻信 从时代观念的角度来看 社会现实摆在眼前 价值观多元化 也成为趋势 负能量的戏虐 和自嘲态度 反而能够给人 带来更多的共情和抚慰 在社交媒体 作为主流传播手段的时代里 回忆一段经典 来点负能量的文案 也更加受欢迎 要注意 草点的选择 要遵循两个规则 一是必须和经典的逻辑相反 比如上面的例子 和唯美的爱情故事 相反的逻辑 不唯美 超级功力 超级世俗 和心灵鸡汤的鼓励安抚 逻辑相反 不鼓励 不安抚 更重的是于打击 二是文案的草点 要与产品挂钩 比如宝马借用 李宗盛山丘中的一句歌词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 创作的文案 越过山丘 才发现 你已跟丢 草点表达的是 宝马车的产品优势 速度 接下来一大批汽车品牌 开始跟进 如路虎的文案 越过山丘 才发现你已掉进钩 草点很好地 突出了路虎越野的优势 雷克萨斯的文案 越过山丘 才发现你已没油 没油这一槽点 总反面表达 雷克萨斯 省油的竞争优势 奔驰的文案 越近山丘 雪峰 才发现 你们已经回家大修 突出的也是奔驰 在质量方面的优势 再如 在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辞职性风靡社交网络时 天气通 APP的一条 届时文案 看啥世界啊 未来五天都是买 原本的辞职性 是很经典的 在路上 去看看世界的文艺范儿 这次文案的吐槽 却急转直下 将文艺拉回现实 满满的负能量 令人发笑 而且在制造笑点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贴切的关联 产品功能 在恰当的时候 文案也可以直接 掳用段子的句式 比如一个很有名的 回小清新的段子 说好一起白头 你却偷偷取了油 电影自止花开的宣传文案 直接进入这个句式 效果不错 有一种青春叫宿舍 说好一起挂科 你却偷偷取了个 段子写的最多的 是日常生活当中 发生的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都是对一些产品 日常使用场景的重现 所以文案可以学习 这些段子的表现手法 找到符合产品的具体使用场景 写出自己的品牌段子 如网上流传着许多 关于快递的段子 中午休息 我和同事在一起聊天 忽然聊到了房子 我说现在房子这么贵 如果我有快递 那真是发达了 他说你要是有快递 我马上任你做干爹 刚说完 前台那边小姑娘喊我 你有快递 后来整个下午 我干儿子都不愿意和我说话 一个快递员大清早打我电话 一接通之后他说 你好 我是谁谁谁 此时定了几秒 忽然来了一句 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是什么通 突然接一个电话 猜猜我是谁 猜中有礼物哦 把可能的人都猜了一遍 还是不对 怒了 问你到底是谁 不说我挂电话了 结果那人说 我是送快递的 你有一个包裹 当时我就 你可以直接在这样的段子当中 指入品牌 也可以自己来写 写品牌段子的重点 在于挖掘 与产品相关的笑点 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从人物来写 包括提供产品服务的人 在购买产品过程中 接触到的人等等 抓取人物的性格 来写一个有趣的故事 比如 手机半天没电 开机后收到一条 相当能酷邪魅的短信 包裹 门尾诉取 顺风 慕名地感觉到了 扑面而来的狂霸之气 从产品名入手 具体方法 有些因误读 同文意义等 用这些方法来制造笑点 比如 白娘子受伤献的原型 不知所踪 雪仙狂奔到西湖边 找到当年的船夫 急切问 快告诉我娘子在哪里 我娘子在哪里 船夫一脸茫然 我不知道 雪仙发疯似的紧紧掐住船夫 你是百度 你不知道 百度 谐音百度 这个段子相当诙谐地利用了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的品牌广告语 来制造让人意外的笑料 再如 刚才快递员打我手机 我存了他的号名为原通 结果 我妈妈拿着手机跑过来 女儿 有个和尚找你 不知怎么吐槽了 已经 这是典型的同文意义 对原通这一品牌名的有趣误解 再如2015年的520 全名表白日 网上出来这么一个段子 丑的人才过520 没的呢 没的买空调 这也是对品牌名的故意误读 从产品使用场景入手 找到一些生活化的场景 在其中设置搞笑的转折 或者将使用产品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趣事重现 比如 必顺客送外面的小哥 一把揭开后备箱保温箱的盖子 我跟他伸头去看 什么都没有 沉默5秒 小哥 对不起 我骑坐车了 从产品功能入手 可以通过介绍热点进行内容创意 比如 老师 小明你都长大结婚了 送你一盒大象安全套 就当老师的一点心意 小明 我不需要 老师 为什么 小明 因为我已经有baby了 小明只待黄小明 baby则双关安置了baby 有两人领证这一试点 热见 巧妙直入 大象安全套品牌 段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内涵 它不是脑你的嘎吱窝逗你笑 而是不说透 不说全 利用那些具有通用密码的语言 给读者脑补的空间 和心理神会的乐趣 脑补实际上就是一个隐性洗脑的过程 就是让读者顺着你的文案 看出一个你想让他得出的结论 比如 要让读者觉得你有趣 不能直接说自己有趣 而应该给出有趣的料 让读者自己脑补 你说的东西很有趣 所以你是一个有趣的品牌 我很喜欢 如果直接说自己有趣 读者往往会往另一个方向脑补 你说有趣就有趣 你这么说是不是你有目的 在无法百分之百的了解产品时 消费者会倾向于从侧面去了解产品 所以文案也应该从侧面给出信息 不要太直白 也不能太隐晦 要使用那些在大众认知中具备通用意义的语言 比如 上市公司等于很厉害 别人用了很好 等于我用了也很好 有匠心等于情怀 百事可乐在万圣节时发布了一条微博 一贯百事可乐身披可口可乐的披风 准备去吓人了 文案是 祝你有一个恐怖的圣诞节 随后可口可乐来了一个漂亮的反击 图片完全没改 只换了一句文案 每个平凡人都渴望当英雄 这一次文案的交锋 引来叫好无数 可见在社交媒体时代 人们越来越喜欢读这类需要脑补的文案 不要拘泥于文案的形式 你可以像写段子那样写文案 也可以将段子写成短篇小说 只要足够机智有趣 就能够汇聚人气 料理店的鸡都为理想上路了 你在干嘛 日本的幽默广告 擅长日式冷幽默 即一本正经的叙述着荒谬的故事 从中产生笑点 比如一家鸡肉料理店的海报 从失散的角度 一本正经的讲述了一只纯天然绿色图鸡 立志成为 葱烧鸡肉串 并且历经艰险 终于把自己安全送到饭店的动人故事 第一张海报 一只鸡背着包袱和一根大葱 踏上了旅途 文案 那么我去当香葱烤鸡肉串去了 第二张海报 鸡坐上了电车 望着窗外的风景 文案是 啊 要是把早上下的蛋也带来就好了 第三张海报 鸡在半路上遭遇凶猛的大狗 文案 我可不能在这种地方被吃掉 第四张海报 鸡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鸡肉料理店 文案 您好 您的食材到了 鸡都为理想上路了 你在干嘛 角度独特 故事即温情又好笑 网友评论说 看完我眼含热泪又要了一串 有趣的广告通常不是单纯的搞笑 而是通过幽默的手法传达出丰富的意味 同时 幽默感必须与产生自身相结合 而且结合点越多 越好 这样才能在逗人乐之外 促使人行动起来 将笑点直接转换成 购买率 幽默解除戒心 哈哈笑尿了 时尚最搞笑广告文案 某某最新爆笑文案 让网友笑得全身无力的某某广告 类似这种在标题上明确标明是广告 文案的内容 在网络上也常常会有很高的点击量和传发量 原因在于有趣的内容谁都喜欢 比如泰国某银行的幽默广告 狗的恩赐 就是在YouTube上获得了数百万点击量 短片讲述了一只流浪狗包恩的故事 他从一位好心的男子能力得到一串肉串后 就开始了疯狂的包恩行动 帮他占车位 驱赶在他车上拉屎的鸟 赶走他在轮胎上撒尿的狗 还会帮他洗车 最后甚至察言观色 为他创造了和他心仪的女孩接近的机会 通过这个故事 传递出银行的广告诉求 简单的付出 可能会得到超过想象的回报 夸张的故事 轻松活泼的风格 以及狗狗浮夸的演技 令人人群不惊 同时又让人收获了温暖和感动 红遍网络理所应当 对广告保有戒心 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定时 能够突破这一心理定时的方法之一 就是幽默 研究学者曾经用仪器测量过大脑 对电视幽默广告的反应 结果表明 当人们大笑或微笑时 压缩的血管 会使更多的血液被挤入大脑 从而让大脑分泌内开发 产生良好的情绪 使得人们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 来看待广告和产品 研究同时表示 喜剧情节对大脑的效果 与催眠很相似 在这种状态之中 受众的注意力容易变得精准热烈 因此幽默能够让人 在一种轻松快乐 喜剧的氛围中 接触对广告的借心 自然而然接受广告传递的商业信息 所以要做出让人喜欢 容易让人接受的广告文案 这个方法永远有效 逗一点再逗一点 但是要注意 不要为了幽默而幽默 幽默的文案 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笑 而是为了销售产品 另外 要把握幽默的分寸 幽默的点 要根据目标人群而定 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年龄段 不同社会阶层 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 不同审美习惯 甚至不同性别的人 对幽默都有着不同的心理 接受程度 比如有一项研究分析了1200多个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笑话 发现当男性讲一则笑话时 71%的女性会被逗笑 而如果换成一名女性来讲 却只有30%的男性会笑出声来 这是因为日常笑话嘲讽的对象独为男性 女性会对此产生优越感 而优越感真是笑点的一个重要来源 研究同时表示 15%的女性会觉得嘲讽女性的笑话好笑 但只有同样观点的男性却高达50% 所以一则为了取悦男性的幽默广告 大多数女性可能并不会觉得有趣 反之也是如此 幽默文案也并非适用于所有产业 感性化需求的产品 如快销品 娱乐产品 比较适合使用幽默手法 但是一些比较严肃 或功能性比较强的产品或服务 如医药 保鲜等就不太适用 明确的幽默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之后 问题来了 写一则幽默的文案 可以从哪些方面招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创作一篇打破心理预计的故事 可以参照以下的步骤来写 比如 麦当劳和雪碧为了推广 雪碧续杯活动 年首推出了一门 名为 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雪碧的高笑软文 境界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结果获得了病毒式的传播效果 今日傍晚坐在麦当劳里等人 手机又没电 无聊又犯困 所以趴在桌上小咪了一会儿 忽然后面桌上的一对小情侣的吵架声 把我一下子成精神了 记忆里有限 以下微精简版本 女 我委屈 男 你委屈什么 女 你不让我喝雪碧 男 你喝呀 女 那你帮我去 男 不作为 女 你干嘛不帮我去 男 我很累呀 女 你帮我做那么点事情还很累的吗 男 你喝了那么多雪碧有意思吗 女 我渴呀 你为什么不帮我去 我就是要喝雪碧 男 你喝呀 女 这么一小杯才一点点 一下子就喝完了 男 那你买大杯呀 大大杯呀 女 你知不知道我渴啊 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雪碧 男 你喝呀 女 那你为什么不帮我去 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雪碧 你知不知道我委屈的都哭了 男 那你想怎么样 女 你道歉 给我十块钱 男 为什么要给你十块呀 女 你不让我喝雪碧 男 你喝呀 你再去买一杯呀 女 我没钱 我渴 我只够买小杯 喝完了你又不让我去杯 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雪碧 男 我已经听得很无语了 女 你道歉 男 我不是已经说过对不起了吗 女 为什么对不起 男 不给你喝雪碧 女 还有呢 男 不帮你去杯 女 还有呢 男 还有什么 女 还有呢 你再想想 男 还有什么 女 还很累 男 我是累呀 女 哦 帮我续杯都累的 才那么一点点路 男 你干嘛非要续杯呀 女 我就是要喝雪碧 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雪碧 以上对话重复恩便 不知不觉中 时间已经过了五点 免费续杯阶段已过 女 你看现在时间都过了 都不能续杯了 你为什么不帮我去 为什么不让我喝雪碧 男 那你再去买呀 女 那不是又要花五块钱了吗 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去 男 那你想怎么样呢 你在这里坐一个晚上啊 等明天再去 女 我就是要坐一个晚上 反正24个小时 此时的我已经非常之精神 很冲动的想转身对那男的说 你们快分吧 但是我忍住了 男 我们走吧 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女 我不走 男 那你想怎么样 女 我就是要等到天黑 男 干嘛要等天黑 女 我不喜欢白天走 我就喜欢天黑了走 我要看天黑 男 那现在走不正好看天黑吗 女 我不要 我就要等天黑 男 那你想怎么样啊 女 我委屈 男 你委屈什么 女 你干嘛不让我喝雪碧 你知不知道我渴啊 一个晴天霹雳 我立即起身冲出了麦当劳 脑中始终阴魂不散的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雪碧 广告大师詹姆斯韦伯汤提出的旧的元素 新的组合的广告创意法 也是幽默广告文案的创作手法之一 旧元素是指各类事物可以与产品相关 也可以在看似不相关的认知或事物中找出与产品的关联 新组合是指利用这些知识或事物 找出一个适合和消费者沟通的点子 例如香蕉和绳子组合在一起 香蕉和绳子这两种物品 单独来看并不好笑 但当两者组合时就很可能产生搞笑的效果 生活中常见的元素很多 很多看上去没有联系的元素组合在一起 很可能就是创意和幽默感的来源 具体来说旧的元素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挖掘 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或者人物 经典艺术作品 小说 电影情节 社会上的热点世界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 事 事物之间在概念或形象上具有相似相反 相成相容相对相称的特点 新的组合也有多种方式 套用或改编 套用或改编旧的元素 使文案与原有的元素相互指涉 形成互闻关系 比如京东的一则玻璃杯文案 对王家卫电影台词的套用 厨房里有煮好的饭 另外我还买了几个杯子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破 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个 到那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 就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 几乎是一字未改 原本文艺未十足 略带诱伤气息的电影台词 直接挪用过来作为杯子的文案 幽默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 细腻 直接或间接引用旧的元素 在此基础上添加创意 与其进行细腻 产生幽默效果 比如松下而接的一则广告 细腻繁高的故事 广告海报上失去一只耳朵的繁高 正在试图用胶水加耳朵粘起来 原因如文案所说 完美的音质 你绝对不想错过 拼贴 就是将不同的事物拼贴在一起 构成新的事物或认知 幽默手法必须不断推成初心 这正是使用旧元素新组合的意义 否则一种再好笑的幽默手法 用一百遍 读者也不会再笑了 双关是最常用的幽默手法 在广告文案之中 双关的运用是能够起到 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作用 令人产生捧腹的效果 双关分两种 可以是谐音双关 如某化妆品的文案 趁早下班 请勿逗留 剑牌口香糖的文案 一见钟情 杜雷斯在新南微博上 上市时发布的届时文案 也运用了双关手法 微博上市 双关的手法 可以让消费者对机制的文案 产生喜爱 知情或者吻味之心 从而在开怀一笑间 同时产生对产品的好感 另一个重要的手法是夸张 夸张就是将产品的诉求 放大或变形 将人事物 夸张到可笑的地步 如京东的一组 平面文案 因为别的快递 送的太慢了 以至于买T恤刀的用户 都已经蓬头购发 胡子拉扎 买防晒霜的用户 都已经成了黑人 极度夸张 慢地之慢 从而突出京东快递之快 效果令人喷范 这组广告投放之后 传播效果很好 引发了网友的二度创作 和恶搞热草 这组广告文案 属于典型的功能夸张 也就是对产品功能 激进突出 将趣味性和幽默感 融入适度的夸张之中 用以消解消费者 对广告的逆反心理 夸张手法 还包括其他几类 形态的夸张 将原本正常的人 事物的形状 体量 数量 表情 等进行夸大 通过超长的视觉效果 增加幽默感 比如一种电动牙刷的卖点 是每秒震荡333次 于是广告通过一个人 在嘴里塞进333只牙刷 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 幽默地突出了产品卖点 时空的夸张 将时空进行夸大 或缩小的处理 可以突破时间的正常发挥 和空间的客观状态 达到广告的幽默诉求 还有情景的夸张 设定一个违背常理的故事 或场景 将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 一幕用趣味性 震撼性的表现方式 呈现出来 比如这则杀虫剂广告 产品效果太好 以至于虫子 为食物的食虫 草和青蛙 都要出来找工作 养活自己了 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很有趣 故意违反常识和普遍的观念 将事物本来的关系 垫到位置 这种倒置法 也能造成幽默效果 倒置法分集中 然后